废話不能再多說了 廢話不能再多說了 我們要把今天的主角 康永哥 以及S姐起出場 歡迎他們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我很抱歉 然後很抱歉 現在你講那麼多廢話 我已經盡量說短廢話的時間了 誰覺得不想捏感慨的話 沒有沒有 真的要忍住 要忍住 你先講好 畢竟是你要請辭的 這一次把我的請辭跟康熙來樂這個節目 停掉畫上本號 並不是我的本意 我的本意是希望我請辭之後 SCD能夠自己繼續主持 可是CD自己沒有意願要繼續主持 所以造成他去擬我身體 你知道嗎 我沒有因為康永哥先提出這個想法 可是我覺得康熙來樂就是 我跟少一個人對我來說都不對了 所以你如果走的話 我當然就是跟你一起走 對 當時我在表面上 跟SCD非常的建議 請他自己獨稱大主 或者表別的好搭檔 可是心裡面還是希望 他就是能夠很鮮定這個節目 是我們兩個所創作的說完的 所以當他說要跟我一起 離開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不對 是我的好搭檔 是你的好姐妹 不過我們還蠻驚訝 陳漢典便沒有說說 要跟我們奉進退這句話 因為陳漢典就主持了這班的節目 不是 因為我意思沒有辦法 是你的好搭檔